大家好,欢迎来到三位书屋,我是志恒,每天为您提供新内容。 老话常说,家里子女众多的,父母一定要做到一碗水端平,否则这个家庭将不会太幸福,因为父母的一言一行都深深影响着子女们的身心健康。 如果不能做到对每一个子女都同等的对待,偏心到夸张的地步,一定会得到子女的反抗。 当得知父母一直是利用自己去帮助另一个子女,发现真相的时候,也就心灰意冷了。 张叔今年56岁的年纪,他因为要照顾年迈的父母,放弃了去城里享福的机会。 妻子和儿子都在城里,只有张叔一人在农村老家伺候爸妈。 这十年里,张叔不仅要给爸妈洗衣做饭,还要花钱给爸妈看病和日常开销,他一直都跟老人同吃同住,非常的贴心。 可就是这样一位大孝子,在上个星期却直接收拾好了衣服,拉着他爸妈放在弟弟家门口,就扬长而去。 张叔的这个做法不仅让弟弟在背后破口大骂,就连他的爸妈也说他是不孝子。 可邻居们却觉得,张叔已经做得很好了,是他爸妈做得太过分。 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一起看完张叔的案例,就知道答案了。 56岁,张叔的字数 我姓张,今年56岁了,家住湖北襄阳。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已经察觉到,我并不是爸妈最喜欢的子女。 我知道原因就是弟弟嘴巴甜,总是能说一些让爸妈开心的话,而我不爱说话,只会闷头做事。 因为我和弟弟性格不同,爸妈就对我们差别对待,说实话我是难过的。 我从小玩的玩具,都是弟弟玩坏了不能用的,我才能用。 穿的衣服,也都是弟弟穿剩下的。 弟弟在旁边玩玩具,而我只能眼巴巴地在旁边看着。 虽然我遭受着不公平的待遇,可我始终认为,他们只是在小事情上有些偏心。 如果真遇到了大事,他们一定会一视同仁的。 毕竟我和弟弟都是爸妈的子女,所以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都特别孝顺,从来没有怨恨过我爸妈。 可是,后来我才发现,自己实在是太单纯了。 不喜欢你的人,即使你表现得再好,他也总能找出理由数落你。 就算我再讨好,别人也只是觉得应该。 长大后,我就该结婚生子了。 我和老婆结婚的时候,都是我自己辛辛苦苦攒钱办的酒席。 彩礼就更不用说了,一毛钱都没有。 好在我老婆民事里,也没有跟我生气。 可是,我弟弟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不仅操办了酒席,还出了十万块钱的彩礼, 并且还给弟弟首付在市区买了一套房。 这下子我老婆坐不住了,他觉得我爸妈实在是太偏心了,以后别指望他给我爸妈养老。 刚开始我还反驳他几句,我说爸妈辛苦攒的钱,就应该让他们自己做主。 他们愿意给谁花就给谁花,我以后对你好一点弥补你,别生气了。 后来,我老婆就怀孕了,我爸妈没有一次看网,也从来没有给我打过电话,问我日子过得好不好。 不管遇到了什么样的风风雨雨,都是我和老婆咬紧牙坚持过来的。 轮到我弟牺牲子女的时候,我爸妈不仅去弟弟家伺候月子,还帮忙带孙子, 甚至还把自己多年攒的积蓄都补贴给弟弟家用,真是又出钱又出力。 后来我老婆说,以后不想给我爸妈养老,我竟然也无力反驳了。 毕竟我爸妈做得这么不公平,我老婆有这样的想法也是正常的。 十年前,我的儿子也成家立业了,我的儿子很有出息,靠自己的努力在大城市找了一份工作, 还买了房,想接我和老婆过去养老。 可在这个时候,我妈却生病了,我弟弟就让他们二老回农村养老,这样消费低。 可我爸说他年纪大了,照顾病人有些困难。 我实在是看不了爸妈受这么大的委屈,于是就想回去照顾他们二老。 我跟老婆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老婆和我大吵了一架, 她一边哭一边骂我不长记性,我爸妈那么偏心还给他们养老, 说我是个傻子,甚至威胁我要离婚。 可我还是非常坚决地要去村里照顾我爸妈。 我老婆无奈之下,只能自己去城里养老, 还赌气说有本事永远别去儿子家。 我和老婆吵架这件事情,我爸妈是知道的, 只是他们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也没有放在心上。 于是,我回到农村,一直兢兢业业地照顾我爸妈。 这段时间我很少去儿子家,就算是去了,当天也要回来。 因为农村老家一天都少不了人,他们年纪大了,根本就照顾不了自己。 特别是我妈自从中风之后,一直都躺在床上养病。 而我父亲也因为年纪大了,经常要吃药打针。 我一个人照顾生病的两个老人实在是力不从心, 可我却觉得,摆善孝为先,这是我应该做的。 我弟弟一直在城市生活,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回家一次。 我拿着爸妈这段时间的医药费,想要和弟弟平摊。 可是我弟弟怎么都不认这个账,他不伺候爸妈也就算了, 就连医药费也不愿意出,真的太过分了。 可我爸妈却不这么认为,他们依旧时时刻刻念叨着小儿子。 看到我和弟弟吵起来了,也不管谁对谁错, 就对我一顿数落,还说我小心眼和亲弟弟还算账。 自从我回来照顾爸妈以后,他们也会经常夸我, 但来来回回就那么几句,说我是个孝顺的子女, 但是我已经心满意足了,至少我的付出让他们看到了。 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听到父母对我的夸奖, 我以为自己的付出得到了认可, 可没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让我所有的幻想都就此破灭了。 前段时间,我们村突然收到通知, 我爸妈的房子要被征用,拆迁后会分为两套房子。 本来以为我付出的这十年时间, 爸妈这次肯定会公平对待的。 可有一次,我爸妈嚷嚷着想去弟弟家住几天, 我也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等我回来以后我才发现,原来这次去弟弟家是让弟弟签名的, 那两套房子全部分给了弟弟,我啥都没有。 我当时就崩溃了,我问为什么, 我和弟弟都是你们亲生的,你们要这么差别对待。 我爸爸在旁边不耐烦地说道, 你这说的什么话,就算我不分你房子, 我把你养到这么大,你照顾我不是应该的吗? 难道这么多年来,你的孝顺都是伪装的, 只不过是土我们家的房子? 我当时都被他给气笑了, 这是一套房子的事情吗? 而我是从小到大都没有受过父母的爱和认可。 我本来是想得到一套房子,到时候租出去, 每个月拿到了钱之后给爸妈买一些营养品。 我自始至终都在为他们着想, 而他们却一直都在为我弟弟着想。 这么多年来, 他们始终都没有认可我这个老大, 满心欢喜的全是我弟弟, 那我算什么呢? 难道真的就是远乡尽臭吗? 那天晚上我就失眠了, 我付出了这么多, 没有得到同等的回报, 就连我爸妈都觉得我照顾他是理所应当的。 可是同样是儿子, 为什么弟弟就不愿意来照顾他们呢? 我如此付出, 换来的是什么呢? 我决定不做员大头, 我要让弟弟也承担起赡养爸妈的义务, 我更不会傻到为了这样偏心的爸妈, 从而放弃了我原本幸福的家庭。 第二天, 我匆忙地帮爸妈收少衣服, 就带着他们来到了弟弟家。 看到弟弟穿着光鲜亮丽, 再看看我, 因为在农村所以灰头土脸的, 不公平地感觉更深。 我对弟弟说, 这么多年我照顾爸妈, 已经尽了我的义务, 接下来该你给爸妈养老了。 我弟弟听完了我的要求, 先是愣了愣, 反应过来后就开始对我破口大骂。 我爸妈在旁边也是骂我不孝顺, 说我是个白眼狼, 白养我这么大。 我不想理睬他们的恼羞成怒, 笑了笑说道, 两套房子是八十万, 什么时候你们用光了, 就来找我要养老的费用。 我养了爸妈十年, 这十年来弟弟从来没有付出过什么, 现在也该让他尝尝其中滋味了。 我不管你们是怎么想我的, 反正我问心无愧。 说完这番话, 我就自顾自地走了, 身后是他们的谩骂声, 这一次我是彻底心寒了。 本来以为自己的努力 可以得到父母的爱和理解, 可是他们没有心的, 不管我再怎么付出, 他们只觉得那都是我应该做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 曾经有一个善良的人, 每天出门的时候, 都会给路边的一位乞丐五块钱。 有一次, 这位好心人身上没有足够的零钱, 只给了这位乞丐一块钱。 没想到这位乞丐反而破口大骂。 有时候人性就是这样, 当习惯了一个人的付出以后, 就会觉得这些本来就是他的。 殊不知那些都是别人的好心施舍, 是可以随时收走的。 生活在被宠爱的家庭中, 真的特别幸福。 而那些不被父母宠爱的子女, 很有可能一辈子都生活在自卑的心理中。 为人父母, 既然生下了子女, 就应该多疼爱他们一些。 手心手背都是肉, 一定不要偏袒某一个子女, 他们会因为你不经意的偏心, 变得敏感自卑。 志恒觉得, 父母和子女是一种缘分, 不管是性格开朗, 还是个性低调, 只要是自己的子女, 就应该做到一视同仁, 否则是会付出代价的。 被偏爱的子女, 会养成依赖的心理, 变成一个巨婴, 以后只会靠着父母施舍过日子, 自然也没有同理心给父母养老。 而那些不受宠的子女, 时间久了就会对父母寒心, 也不会愿意善养父母。 很多偏心的父母, 都不会有一个幸福的晚年, 其中原因就是, 他们对某一个子女太偏爱, 导致自食其果。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宝茜茜茜茜茜, 宝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